十二個港人偷越邊境案 未成年的廖子民上個月底移送返港 已經完成檢疫 他涉嫌串謀縱訪案件提堂 案件日後到三月二日 法官日後到三月二日 並且充公三千元價保釋金 廖子民完成十四日隔離檢疫 被壓送去到區域法院提堂 他涉嫌前年九月三十日 和另外四個被告 在灣仔一幢大廈裡管有汽油彈原料 和被控村謀意圖危害生命而中火罪 法官仍控辨雙方申請把案件押後 等待被告申請法活 他要繼續還押 同案被告鄧啟賢和鄭子豪 早前在深圳鹽田法院 分別因為組織他人偷越邊境 和偷越邊境分別判籌三年和七個月 等於在下廈下五十四年